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解的是VLOOKUP公式 VLOOKUP公式是区分于ExactlyMatch和ApproxyMatch的 那么我们就通过今天的这两个问题来解答这两种Match的区别 那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在工作表VLOOKUP ExactMatch中 如何根据右侧表格中的数据将左侧表格补充完整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 我们来看一下来介绍一下左侧表和右侧表 左侧的这个表呢是包含有产品代 客户代码客户名称 产品代码产品名称和总销售额 而右侧的这个表呢是产品代码和产品名称 我们这个左边的表中产品名称是空缺的 而右侧的表中产品代码和产品名称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VLOOKUP来 把通过这个产品代码来把产品名称这个值引用过来 因为在左侧的表中和右侧的表中都包含有产品代码这个值 那么这个产品代码也就会变成我们公式当中的这个目标值 那么接下来我们输入一下这个公式 当你输了VL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VLOOKUP 那么你点击type键的话 这个就把公式选中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开始输入你的公式 为了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要点击一下这个FX这个button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公式 那第一个就是LOOKUPVALUE LOOKUPVALUE就是刚才我们提到 因为两个数据源当中都包含有Product Code 那么这个Product Code就是LOOKUPVALUE 而TableRain呢 TableRain就是数据源 它就是说你要你去索引的那个数据源 那么也就是我们右侧的这个数据组 那么ColumnIndexNumber呢 就是说你返回列的这个数值 是返回这个列的数字 就是说你要开始数这个数 你要返回的这个值 是在你所选取的那个数组当中 是第几列的 那么这个Rain的LOOKUP的话 我们通常在这个例子里当中 我们是写0的 那么我们来输入一下这个公式 那LOOKUPVALUE的话就选上CR 你就点上它自己就会把CR给你写上 那么这个TableRain呢 就是要选从I2到G15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要把这个行和列锁住 这个时候你按F4的话 就可以把这两个都给锁住了 就是F4那个键哈 因为锁住的话 你我们的公式往下拉的时候 才不会导致有任何的错误 否则的话 当你的公式往下拉的时候 那个数据组的 如果不锁住的话 数据组的这个区域也会接着往下动 然后就不会选中所有的数据组 慢慢的就会选错数据组了 那么接下来这个Column Index Number呢 就是说在所在的数据组当中 从第一个我们选取的 跟这个目标值相对应的这个列开始数 你要返回的值 在你所选取的这个数据组当中是第几列 那么从I列数到几列 当然是I列是第一列 几列就是第二列 所以选2 那么这个Ring Lookup呢 就是0 大家看当我说了0的时候 它就等于false 然后呢 我们这个就是点击OK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通过下拉的方式 来把公式填满 或者当你的鼠标变成 现在这种状态黑色的小十字叉的时候 你双击 然后它就会把下面 只要你左侧有数据 左侧Product Code这边有数据的地方 它都会帮你把Product Name填好 那么这样呢 这个VLU Cup公式的这个Exact Match 我们就做完了 Exact Match就是一一对应 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然后它才可以来查找 那么我们 我现在单独的讲呢 是不太容易讲清楚 Exact Match和Approximate Match的区别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Approximate Match的这个例子 好 我选取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作为会计人员都比较熟悉的一个数据 就是 个人所得税的这个 税率的表格 以及速算扣除数 那我们 我的这个数据呢 是我在网上找的 但是有可能这个Range可能发生变化了 但是呢 并不影响我们对题目的理解 所以 如果我的税率跟对应的范围有不同的话 请大家不要纠结这个 那么我们接下来讲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个人所得税的话 它是一个地阶型的 它叫超级累进税率 那么就是说 它在一个区域内 它的税率是固定的 然后超过一个范围到下一个范围内呢 它又是另外一个税率 然后如果超过了下一个限制 再往上升的话 税率又发生变化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就假设 现在0到1500的话 税率是3 如果是1500到 4500的话 就是10 然后4500到9000的话 就是20 这样以此类推 当然 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1500的含义 并不是说 您的收入 在1500块钱以内 你都要交3%的 那个税率 我们应该还有一个起征点 对 起征点 如果比如说是3000的话 那就是说 从3000到4500的时候 你才是 税率是3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把起征点给忽略了 大家可以先不计起征点 如果要是考虑起征点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个所得税范围可能要变一下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数据 下面的数据就是员工编码 那个员工姓名 还有全月因纳税所得额 就是这个员工 他这个月的工资总额 可以这样来说 然后呢 我们来 来 来把这个全月 因纳税所得额范围 这个值给他引用过来 怎么引呢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个时候啊 其实lookup value就是 全月因纳税所得额 但是大家会发现 全月因纳税所得额 跟上面的例子 上面的这个表格当中 没有一个数据 是一一匹配的关系 那么我要现在先输一下公式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公式背后的含义 OK 然后还是Vlookup 这次我选择输入公式的方法 我不再去点那个FX button了 那么就是Vlookup C11 在哪个区域内呢 从B2到C8 然后我要把这一个区域lock住 点F4 lock的意思就是说 行和列都锁住 也就是说在行和列的前面 都加了这个$符号 你也可以自己手动的去输这个$符号 OK 然后大家返回值的那个column的number 就是2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税率变化所得额是1 而这个全月因纳税所得额范围就是2 这个时候 我们在考虑第四个参数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要写true了 也就是1而不再像之前那样选0了 这个就是我要使用的是Vlookup Aproximum match的这个方法 OK 大家看一下 它前面是1万多 然后它选返回的区域真的是9000到35000 它没有给我返回错误 然后我往下拉一下 大家再检查几个 比如说这个4800它也选择的是4501到9000 那么好 我们双击这个小黑色的时时差 它就会把所有的公式给我下面都嵌套下去 然后把数据引用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我来给大家再进一步讲解这个模糊差值 模糊匹配就是Aproximum match的这个含义 Aproximum match的含义是是以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例子当中 它是以税率变化的所得额为为这个目标 然后它默认的是比如我们拿这个1323这个例子来举例啊 就是说如果一旦你的这个数据超过了 它会去主动搜索 比他会主动搜索比他的这个目标值跟他这个目标值最接近的 但比这个目标值小的那个值来作为他的目标值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当你的目标值是1万的时候 他去搜索比他小但是最接近他的那个数据 那么就是9001那么紧接着他match过来的就是9001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9001到3500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21800的这个数据 他也会去查找最靠近这个数据 但是又比他小的 那么同样也是9001 总之这个模糊匹配的这个逻辑关系就是 他以目标值为准 但是他去查找到的是比目标值小 但是最接近目标值的那个值来作为lookup value 然后去进行匹配 那么有了这个原则之后 这个税率也一样可以匹配过来 我们就等于被lookup 同样还是C11 然后这个时候我要把区域选到 从B2到D8 同样我要把它lock住 然后接着还是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输3 2了这次要是3对吧 因为目标值是这个税率变化的所得额 那么接下来到税率这一行呢 就这一列呢就是第三列了 那么同样最后一个参数 我还是要输1 然后他才能把这个税率给我拉过来 接着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再去拉这个速算扣除数 等于Vlookup 这个时候我就要从B2一直选到E8 同样我还要点F4把它lock住 行和列都lock住 就是把我的数据组给lock住 这个时候我要选第4列了 然后我还是选1 好 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呢 其实就是跟Vlookup没有关系了 就是我们日常的一种计算了 那这个时候所得税额等于多少呢 所得税额就等于 我们把起征点给忽略了 在这个例子里 就等于这个权阅所得额乘以这个税率 再减去速算扣除数 这个税率现在有一个问题 它给我们显示的都是这个 都是25 那你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可以再乘一个0.01 希望大家看懂了 或者说你把这个数组变成百分比 但是这变成百分比的话 它显示过来的就是 还是25其实 所以呢你最好就是用这个例子当中呢 再乘一个0.01 或者就是之前我们就把 原来这个数据组当中的数据 完全给它设成百分比的 比如说我把这个25给它设成25% 那么这个时候它引用过来的 就是0.25了 就是这个时候我就不需要乘0.01了 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就还是这个数 那么我们为了方便起见的话 我还是就是把这个百分号 不要输上去了 我不要让它显示 我不要刷一下 OK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乘一个0.01 乘号没输寸 没输对 OK 好 这样 然后接下来往下拖 拉 它的数据也就过来了 那么最后一个税后所得额也容易了 就等于这个C11减去所得税额 那么就是这个叫Aaron的这个人 他拿到的钱当月拿到的就是这么多 而不是他总工资的这个数 这个大家都理解 那么到此呢 我们这个VeloCup的这个 嗯 Exact match和Aproximate match就讲完了 嗯 有一个小的问题是告诉大家是关于这个 所行的这个啊 所行的这个我们如果把这个 我把这个两个Dollar符号都去掉 我想给大家说的是 现在我的光标在D2这里 如果我点一下F4 他就帮我把行和列都锁住了 当我再点一下F4的时候 那他就直锁了 直锁了行没有锁列 如果我再点一下F4 他就换成直锁列没锁行了 然后如果我在第三次点F4 他就回到原来的 什么都不锁 我再点一下他就回来了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重复点F4来锁这个 行和列 这是一个小的tips送给大家这堂课 好 那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